你用这种方法一定越厨越黑 请把握刚厨完毛的黄金时间好吗? Hello 大家好 我是Lulu老师 之前一直有粉丝 问老师 为什么厨毛后 我的看起来比较黑 其实正常的情况下 刚除完毛的部位是很光滑的 那么变黑是除毛的原因吗? 还是皮肤不好? 难道说有天生不适合除毛的人吗? 刚做完热蜡除毛后的皮肤 应该是要白皙、光滑的 如果除毛的部位肤色偏暗 可能是你平常没有正确的保养皮肤喔 皮肤角质的代谢周期大约是28天 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湿 让皮肤太干 角质过度的累积 看起来就会比较暗沉 所以请把握刚除完毛的 黄金时间 好好的保养皮肤 好吗? 还有一种习惯 也会让皮肤容易变暗 就是 长期使用刮刀来除毛 老师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平凡使用刮刀 加上不当的受力 皮肤容易受伤 造成疤痕累积 让肤色看起来更暗沉 大多发生在小腿以及腋下 最为明显 你用这种方法 一定越除越黑 如果你看到毛 就忍不住想要刮 请克制自己 整体来说 减少皮肤伤害 加强保湿 让皮肤良好代谢角质 深嫩白还原的结窍 尤其 刚除完毛的时候 皮肤能直接接触保湿产品 是很好加强护肤的时间点 千万要把握住哦 如果大家对热辣除毛 有想要知道的知识 都欢迎大家留言给 洛洛老师 有机会可以再拍影片 跟大家做分享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想要体验顶级热辣除毛 或是学习除毛技术创业 都可以参考 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